喝到來路不明的假酒 輕則傷身 重則喪命 想要避免務實 首先要了解這些劣質假酒 究竟分為哪些種類 最常見的就是混入工業 酒精假醇的假酒 要是不慎喝下肚 出現視力模糊的症狀 就必須儘快就醫 部分情況可以喝下真酒 或用乙醇來解毒 避免假醇氧化成假酸 还有所謂的三斤一水酒 也就是用酒精香精 以及糖精調製而來 虽然不會令疾傷身體 但卻是利用劣質低價酒牟利 欺騙消費者 至於判斷方式 專家建議可以將酒倒在掌心搓揉 確認是否有刺鼻的意味 因為蒸酒即便經過摩擦 還是會保有香氣 另外也可以將酒倒進杯中再倒掉 確認風味 還有不肖商人製作仿冒酒 最常見的手法就是收購蒸酒的酒瓶 然後在內部衝入廉價酒品 並且高價賣出 請您可以證明你的名字嗎 Rudy Korniel 最有名的仿冒酒案例之一 就是美國的魯迪事件 這位印尼華僑酒商 甚至騙過了當地的頂尖葡萄酒專家 掀起熱烈討論 故事也被拍成紀錄片 讓人們引以為戒 三天新聞是配身報道